我来攻读 请大家注意来听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第八节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乃云密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尼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 圣经读到这里 接下来就请斯艾夫来分享 分享的主题 是一段通往拯救的旅程 大家好 我是斯艾夫的郑启明 我们在这一段 这个分享的这一段里面 我们有总共选了三条歌 那么主题是一段通往拯救的旅程 那么第一首是哈雷路亚 一般来说像哈雷路亚 通常都是最后一首歌 对不对 得到拯救以后 哈雷路亚 但是我们选了一条哈雷路亚 都已经听过我们 这是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 第三次唱这首歌了 一次是好像一次是我们小组的 那个温馨演唱会 那么主日礼拜也是第二次 我们四个人都很喜欢唱 很喜欢这条歌 不过我们也一直在找 这条歌到底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呈现这条歌 那么每次都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这一次我们唱了一个版本 是我们满意的吗 其实不是我们满意的 我们都不断地在这场次 所以虽然这是第三次 我晓得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非常宽容的 所以呢 你们会看到我们的第四次 第五次第六次 我们会不断地去找我们 怎么样去呈现这条歌 所以这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通往拯救很长的旅程 我参加百人 今年是第六年 这是我第一次站上来做任何的分享 以前来这边唱歌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 另外三个人总是说 喜明你来分享一段 我都不要 我说不要 不要的原因 其实有些朋友知道 不要跟我熟的人知道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在座的信仰不尽相同 我是一个不太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么其实好在不是很虔诚 如果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不会参加百人 也没有机缘认识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人生的际遇还蛮奇妙 那么这一条 这个哈利路亚 我们讲 回到这首歌 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是一个 笃信 正统 犹太教的犹太人 他写了一首歌 所以呢 今天呢 一个不太虔诚的天主教徒 来向各位分享一个 犹太教的 这个虔诚教徒 写的哈利路亚 我想这在传爱 也是蛮特别的经验 那么 讲到这个作者 作者叫做Lennon Cohen 他是加拿大籍的犹太人 生长在一个非常虔诚的 犹太教的家庭里面 那么他其实 他终生都信仰犹太教 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人 他德国 在加拿大德国很多奖 他是一个 主要是一个 其实他是一个诗人 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喜欢文学 喜欢音乐 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主要的 都是在写作 他写诗 那么在他大学的年代 他曾经被认为是 加拿大 他那个世代 最有前途的诗人 那么他也写小说 那么他得过 很大的文学奖 当然他死了以后 他大概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之前 他的创作都是文学的 大概三十多岁之后 他说 我想要去写歌了 那么他写歌之后 他其实开始做音乐创作之后 他的文学其实都没有断过 他一直是一个 是一个文学家 是一个诗人 那么他 比较特别的是 他虽然是生长在一个 很虔诚的犹太教的家庭 然后他一生 他到死都信仰 都是个犹太教徒 但是呢 他中间曾经去 我猜想 因为他从来没有 你讲过 信仰困扰 对他有些困扰 所以他曾经去 学禅 学佛 他甚至 是要说 他正是受戒 当和尚 我觉得不像 因为受戒是要剃头 要用香去点 但是我想他曾经 比较像是一个 居士那样的形态 就他曾经 他对佛学进度 非常的深 但是呢 他始终他认为 这个没有影响到 他成为一个 一个犹太教徒 所以他在写 所以这条歌 对我来说 他其实 对了 他的旋律 非常的好听 朗朗 很容易上口 但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吟唱的现代诗 所以歌词 比曲调更重要 他在创作 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是花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去写这首诗 然后写了非常多 不同的版本 那么弄到结果呢 其实当我们唱 哈利路亚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唱 每个人唱的 都不太一样 他原来 他的诗的版本 就是非常的多 整个加起来 非常的长 即便是他个人来唱 他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 他也用的诗 诗篇的段落 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 我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去读他 读他 读这个歌的歌词的时候 我觉得 他里面描述的 是一个 一个困惑的灵魂 去寻找 信仰的 心路历程 他的描述这样 这样子一段 心路历程 那么 因此呢 虽然他是个 是个 是个 犹太教 犹太 犹太教徒 有点 学过佛的 犹太教徒 可是 哈利路亚是在 大概近 二十年 在 欧美 基督教 社会 基督教世界里面 响应非常大的 一首歌 非常多人去唱这首歌 唱的原因 我想是因为 每个人在他的歌里面 受到一些感动 受到一些 触动他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好像 其实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就是说 不管是写诗的人 是写音乐的人 或者是画画的人 一个好的音乐作品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创作者有他的 有他的 他的想法 有他内心的世界 他把他创作出来了 如果他是很好的 一个艺术作品的话 他感动人 让看到他的人 听到他的人 接触到他的人 在触动他内心的 深处的一些东西 会有一些 感受 会有一些 共鸣 但这个想法可能 他的解读 跟原创者 未必是一样的 一个真正好的作品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哈利利亚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很多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感受 那么 在这个世界 我觉得特别是 我个人的感受 特别是在 邦金这个世界 在邦金这个世界 其实跟 跟我们父母 已经年轻的时候 是很不一样 因为那个 那时候的世界 相对来讲 比较单纯 我想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 这二三十年 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大的东西 一个是 一个是 科技在用 无法想象的速度 在发展 那使得我们 如果我们关心的话 整个世界 从聚观的 整个的宇宙的形成 以前地球太阳系 现在是整个的迎合在宇宙里面 都是一个 都是沧海一树 到最小的 不管是 particle 那个粒子的组成 到 细胞 DNA 种种的这些发展 其实会让我们 我想会让很多人迷惑 当我们仔细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的 这种 网络 现在的这种讯息的 这种 方便性 使得整个世界都好像带到我们面前 那么以前 我想我们活的 其实世界相对是单纯的 我们接触到大概就是我们的社会 也许有些 有些人有些不幸 有些人过得很快 但大体上是平安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 或许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但是那边有 很大的痛苦 那边有 无法形容的残酷 那边有 很大的不公义 这些东西全部带到我们面前来 我想即便是 你很虔诚的人 你信得 很大的人 有时候也免不了会问 为什么 我们不懂为什么 所以 我知道 这条歌 如果说一百个人去 去看这条歌 我猜想它有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或两百个解释 因为 我也是一样 不同的时间 我去看这首歌的时候 我可能我心里想的就是 同样的一句话 可能想的就是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看它最后一段 它最后一段 它说 I did my best it wasn't much 我个人的 纯粹是我个人的解读 我个人解读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很努力地去寻找你 我知道 那是不够的 但是我尽了我的力 我愿意 很坦然地 面对我自己 即便 我寻找的这一切 是错的 但是 我还是愿意 到你面前来 站在你面前 我口中无他 只有 哈利路亚 或许 那个是错误的 那个是破碎的 哈利路亚 但是 我愿意用 最前进的心 来唱哈利路亚 我想 我们四个人 大概 对这条歌的感受 其实 未必相同 不过 相同的是 我想我们都会用 前进的心 来唱这首 哈利路亚 The pop of key and composing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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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ay I took the name in vain But I don't even know the name But if I didn't, what really What is to you? There's a place of light in every word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heard The holy or the broken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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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 my best It wasn't much I couldn't feel So I tried to touch I told the truth I didn't come to fool you And even though it all went wrong I stand before the Lord of sun With nothing on my tongue But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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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二首歌 He eats everything to me 这歌词就是说上帝是我的一切 我们所谓一切就是如果拿数字来看 就是上帝是一百 我就是几乎没有 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还有我们的手机 都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能剩下的就不太多了 如果说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很自满 很骄傲很自大的话 那我们就离上帝就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会问自己说 到底我们跟上帝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这首歌一开始他就问这个问题 他就说 我们看到天上浩瀚的星空 我信了他吗 我知道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那我真的信了他吗 大家都知道圣经中五饼二鱼的故事 那五千个人看到了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 他看到了耶稣的神迹 但是他们信了耶稣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功课 当你要去破碎自己 你要去学习去谦卑 学习顺服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困难的功课 但是你要去完全去养 依靠完全去顺服上帝的时候 这是一个更困难的功课 所以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一个过程 一个旅程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He is everything 当作我们在前面的一个标杆 那我们借着我们主的恩赐 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朝着这个标杆 我们就来走这个人生的这个旅程 那我们希望 He is everything 这首歌 能够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讯息 祝福 The place in history Sure he can to set his people free What is that to me In the star his handiwork I see On the wind he speak with majesty Though he rode us over land and sea What is that to me I will celebrate Timothy For he has a praise in history Sure he can to set his people free What is that to me What is that to me What is that to me Till I make and met him face to face And I felt a wonder of his praise And I felt a wonder of his praise And I knew that he was more than just a God Who didn't care The little way out there Now he walks beside me day by day And to watch him know me last I strayed And to watch him know me last I strayed Helping me to find a narrow way Is everything to be Till by face I met him face to face Then I felt the wonder of his praise Then I knew that he was more than just a God Who didn't care That lived the way out there Now he walks beside me day by day Ever watching know me last I strayed Helping me to find a narrow way Is everything to be Is everything to be I can't wait 嚇一个嘛 沒有這麼嚴肅的嘛 好 聽完了剛剛我們兩位這個 四樓當中的兩樓分享 我第三樓分享一下 我們挑這三首歌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過程很長我就不講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挑完這三首歌之後 发现他们有很好玩的相似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题叫做 一条通往救赎的道路 事实上这三首歌有一个串联性 第一首歌我们讲哈利路亚的时候 它是一个充满很疑惑 人在追求信仰的时候 很难得是一个看了就信了 然后信了就到底了 然后就没有变过的情况 通常在信仰当中都会有一些疑惑 有些问题有一些自我的挑战 甚至一些不了解的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在看到很多现象的时候 就是第二首歌 就算你看到了满天的心斗 你看到了这么 你看到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在你身边发生 很多很悲哀的事情发生 你会问一个问题是 那干我什么事情呢 是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身边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 我们就会我们会去追寻这个事情 但是当你追寻到了之后 通常我们就有一种喜悦 那个喜悦是什么呢 你想要去跟别人讲这个好 你想要去跟别人讲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条路 这条路每一个人走 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 那一条路就是通往一个最后一个救赎的道路 所以不管你 不管你现在走过多少条道路 或者你现在正在多少条道路上面 但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当你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 事实上来说 那是值得让你在山上跟大家分享 站在山上跟大家宣告的 所以这是我们选的这次的 这个第三首歌呢 叫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 这首歌曲可以讲很多很多故事 那我今天跟大家节目这个重点 这首歌大家听过吗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有人没听过的吗 没有等一下就会听过了 好吗 这首歌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这首歌大家很多人都听过 因为它是基督叫一个很早 算是很早很早期的诗歌 那这个诗歌的由来是什么呢 它原本是一首奴隶的歌曲 它原本是一首黑奴的黑奴在代代相传 口耳相传唱的一首歌曲 那是在17世纪开始出现的这一首歌曲 那这首歌曲事实上呢 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它成为一个 它成为一个在一个奴隶间黑奴之间传唱的歌曲 从来没有被写下谱来过 只是说像一代传一代这样的一个歌曲 一直到了17世纪末期的时候呢 有一些基督教歌曲 特别是重视黑人灵歌的 这个一些诗人或是音乐家 把这些把这个歌曲所记录下来的 那这个歌曲被记录下来的过程非常有趣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带来跟大家分享 它的它这首歌被记录下来的原因是这个样子的 在在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几年的时候 那大家知道南北战争嘛 对吧 就是黑人解放的这个奴役的战争嘛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几年之后 那个时候呢 黑人才刚刚恢复这个所谓的自由的身份啊 但事实上来说 美国虽然结束了南北战争 但事实上对于所谓黑人的权利这件事情 在各个州还是有非常的很多的争执的地方 举于来说呢 在占生总统时代 占生总统时代就是在 这个林肯大家被刺杀之后 占生总统那个是副总统就位嘛 那占生总统就位之后呢 他那个时候颁布了那个宪法的那个 这个美国宪法的那个 这个其中的一个这个要求呢 就是说各个州呢必须严格的遵守 黑人拥有同等跟白人身份的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呢南北战争结束了 所以大部分的南方的这个这个战败的这个州呢 都乖乖的接受了 只有一个州没有接受 田纳西州 田纳西州那个时候是坚决反对 就即使你即使我打败了 但基本上呢你叫我做这件事情 我还是上游政策下游对策的反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 许多的团体呢 特别是黑人团体在田纳西州这边呢 成立了一些学校啦 成立了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宣教组织 在那边出现了 那其中有一间大学呢 叫做Fisk University F-I-S-K Fisk University 这间学校呢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当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传道 传道的传教的主 基督教的组织呢 在那个地方专门为了黑人 被解放的黑人 而成立了一个教育的组织 那时候是一个大学 那当然想进 想当然而 那个那个大学呢 在田纳西州成立这个大学 是受到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挑战的 那但是福音还是得这样传开来了 那这个大学呢 Fisk University呢 在田纳西州的这个 这个这个算是他最大的都市 在这个都市建立起来的时候 不到几年的时间 因为捐款的不足 学校经费的不足 以及当地人的这些反对 排斥 很快的就已经 已经到了面临了这个这个这个 关闭了倒闭的情况 那个时候那个学校做了一件事情 很特别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学校Fisk University Fisk University呢 找了十个人 九个唱歌的跟一个指挥的 他们呢 把学校当时所有剩下的钱 交给这十个人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呢 计划了一个大概 九百英里远的一个路程 从 从 那个 那个 Nashville的 那个Tennessee这个地方 要一路走到纽约去 一路呢 在这个地方呢 透过他们的歌声 来募款 为了学校募款 那 这个九百个 九百米的这个路程 他们走了十八个月才走完 那中间非常的 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 他们的唯一的 他们的目的有几个 第一个的 当然是为了学校募款 第二个 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呢 他们因为是黑人 所成立的这个学校嘛 都是黑人 他们很多很棒的那种 黑人灵歌 是一般基督教团体里面 根本听都听不到的 那个当 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 然后甚至 甚至是不会被听到的 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透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呢 不断募款 然后同时呢 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黑人灵歌 通过这样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们踏上了一个 这个十八个月的 这个这样的旅程 很有趣的是 嗯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见证是 他们 他们是在1871年的10月6号出门的 然后呢 在1871年的10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 芝加哥发生了 发生了一个非常历史上有名 那个大火 森林大火 他们那个时候呢 正在别的州 正在好像在Ohio 还是在什么州 在那边唱歌 Cincinnati 他们在Cincinnati 募款 那个时候募款呢 募到那边的时候呢 他们听到了 芝加哥大火的发声 他们就把 他们当时 全部 全部全团募款到那个时候 也不过才两三个礼拜 募到的三十块美金呢 就全部的 就一 全部捐给了这个 芝加哥大火的受灾的 这个这个这个受灾户 然后捐出去才发现说 他们连吃饭钱都没有 所以呢 牧师带他祷告 来来来来 来看看怎么样往下走 他们不过才出门两个礼拜而已啊 900 miles 不过才走两个礼拜而已 他们不知道该不该怎么 不该不该走下去 以及怎么走下去 所以他们中间倚靠着神 一路一路的唱歌 一路跟大家分享 不断的 不断的跟大家 带这个讯息到每个地方去 然后呢 一直到他们走完这18个月的时候 也就是走完这900 miles 到最后在 在Washington 这边的时候 完成他们的旅程 回到学校的时候 他们是带了4万美金回学校 4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8600万 相当于今天当时的4万块美金 相当于带了8600万回大学校 这是他们整个过程一个非常美的见证 后来他们就成立了Fisk 这个Jubilee singer 一个非常有名的合唱团 各位如果在YouTube上面的话 也可以听得到他们的歌曲 他们非常有名的唱黑人灵歌的歌曲 那他们这一整个路上呢 他们挑的几首歌当中的其中一首 就是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s 那这时候这首歌 因为他们这个过程当中 回到学校之后 他们就把这首歌曲 变成学校的一个传统 什么传统呢 这个学校呢 会在每年的圣诞节当天12月25号 当天的早上 再透过学校的广播呢 就第一首就放这首歌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s 那从那个时候是17世纪末了的时候 一直到了现代这个时期 Peter, Paul & Mary 大家就更熟悉了嘛 Peter, Paul & Mary 好像不太认识 没关系 如果你不太认识的话 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 好 Peter, Paul & Mary 这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那个时候反战 然后支持所谓的解放 人民的权利要解放 不要政府监管 那个时候 他们就把这首歌曲 把它编转了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把摩西登上山的 That My People Go 这个部分的经文的故事歌词 写到这个歌里面去 编转了一个新的版本 但基本上他的核心不变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非常特别的版本 是融合了原来Original的 这个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s 它是个Christmas song的这个版本 再加上Peter, Paul & Mary 的这个Let My People Go 这个两个版本的混合 那这是非常我们四楼的风格 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不好 我们欢迎四楼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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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the children that Moses let Let My People Go Who's the younger dress in red Must be the children that Moses let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o let My People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Oh, that man is there everywhere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Down in the lonely main chair The humble Christ was born And God said the salvatio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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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